山东首次启动东平湖与红资源利用 济南11月26日点 山东省水利厅26日发布消息 随着东平湖入济平干区出水闸开启 山东正式启动东平湖与红资源利用调度工作 这是该省首次实现东平湖与红资源利用 山东是中国东部沿海省份 但水资源紧缺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 中国人均占有量的六分之一 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十四分之一 属于联合国确定的人均占有量 小于5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地区 十年久旱 联峰联窟 峰窟交替 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 今年9月下行以来 受连续强降雨等影响 山东黄河干流出现了1985年以来最严重秋训 东平湖老湖水位 创2001年以来最高值 该省科学组织玉泄 玉牌 蓝红 分红 其中东平湖首次实现向南四湖分红 大中型水库 谷干河道 重要湖泊无意出现 无意人因洪貌灾害死亡 该省水利工程设施受损直接经济损失 7985万元人民币 为2000年以来最少 秋训期间山东利用盐黄水库 河道 灌区 坑塘等工程体系续制与红资源 累计调红6.17亿立方米 分红8.48亿立方米 对沿线河流实施生态补水 涵养地下水源 同时 该省创新实施汛期水库汽水资源化利用 调引为方峡山水库汛期汽水7949万立方米 至青岛及红潭水库 增加青岛城区三个月用水储备 据了解 该省今年共发生16轮强降雨过程 平均降雨量964.6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49% 列1916年以来第二位 为1964年后最大值